嗯 简直是太香了 小朋友放假了 我们为了迎接小朋友回家 买了两袋小龙虾 做一下他们喜欢吃的麻辣小龙虾虾尾 然后还搞了一包自己家的板栗 这一直是冷冻放在冰箱里放着的 这个新鲜的板栗 我们炖一下这个风干鸡 晚上准备搞一顿好吃的 我们放温水泡一下 放进板栗 这个我们和韧带回的那个水果宏观 今天我们把这个宏观拍一下 拌在那个五谷鸡爪那个汤汁里面 特别好吃 放入生姜 倒入这个虾球 翻炒一下 这个买虾都送调料啊 我们就用这个调料来烧这个虾 翻炒出香味之后加入水 或者说加啤酒也可以啊 刚刚没过就可以了 再加点这个水果黄瓜继续一起煮啊 哎呀太香了 哎呀看着这里有汤水 嗯简直是太香了啊 两袋虾球有这么大一盆 真的不错 好看板栗风干净一炖的怎么样 哇 这个板栗炖的金黄金黄 简直太给力了 这么好菜怎么也得搞点老米酒喝一下 好 开吃开吃 别闯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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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闯 你这啥子 你也好会吃啊 都会了哈 嗯 可以吧 他起来很亮 你的肉可以 好可以吧 嗯 要不然拿个勺子挖着吃 你搞哪个筷子上 哪个筷子不是我 他那个就是在学校里面 跟他那个学校的碗搭配的 在家里面不好用 我觉得挺好用的 我觉得还是 炉子好用 我怕上面还有点那种 小刺儿 我今天拿着吃饭的时候 就拿到了个小刺儿 这筷子是用了的 不是新的 他没有刺 可以 很久很难 哇他现在学的很会吃 一缩就把整个肉都缩出来了 嗯 更容易吃 很可用谈 对 虾肉新鲜就是这样的 你我不新鲜是什么样的 不新鲜就是里面成的粉 你搞不出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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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